大家好我是小伯军 我也来了 今天特地把昨天脏衣服 篮子里面红色衣服穿出来 印尼家今天的场景跌得非常非常红 然后其实也还好 不是所有的贵股都跌 主要的话还是一些大盘股 其实今天的话跌得比较厉害 的是一些中大盘股的话跌得比较厉害 我们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些成长股的话 其实还算好 一半一半吧 有些跌的确实挺厉害 比如说像sq的话今天跌的挺厉害 然后se的话今天也跌的 盘内跌了百分之 我最多时候看到盘内跌了百分之十一 我想这什么情况呀 然后我自己我自己干了什么 我自己我看跌百分之十一 我倒没有慌 我肯定是没有慌了 因为其实se我是要加仓的 然后我就去啊 我看了一下雅虎的新闻 因为手机上雅虎新闻 没有任何的新闻 然后我去推特上看了一下 推特上我看到了最多很多很多人都慌了 是想什么情况 然后最多的一个解释 或者最多的一个产揣测是什么 是因为se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股东的话 是腾讯腾讯 我记得是持有百分之二十 也不百分之二十五 se的一个股份吗 然后很多人揣测 是不是腾讯在香港的盘 就昨天嘛 在香港的盘的话被被抛出 所以今天se的股价都会被带下来 我我看了一下 我总感觉这个不make sense啊 对我来说就什么意思 就举个例子 如果说啊 就如果说对吧 我有一家奶茶店的talk君奶茶店 然后他是上市公司 然后打个比方 如果我昨天晚上我去赌场赌钱的话 我输了啊 比如我输了比较多的一些身家 比如说我一半的身家全部全部输在赌场里面了 对吧啊 但是然后明天开盘的时候 我的talk君奶茶店的上市公司的话 他明天跌了 那其实这和我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吧 因为如果说我的一个奶茶店 他每天是卖一百杯奶茶的话 那明天不是我因为我昨天晚上去赌博 我输钱了 他明天就少卖了 奶茶奶茶 比如说明每天卖一百倍的 现在每天被真卖五十倍了 那么也不是说 如果我昨天去赌场我赚钱的话 那他今天的买差就奶茶会就就会卖出一百五十倍了 其实没有从他的基本面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应该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那反正这是这是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说 包括就我前面在录视频之前呢 我也看到有个小伙伴 然后我说他说se的话算半个中概股啊怎么理解呢 我我个人感觉其实真的还好 好吧反正这是我自己判断吧 如果说大家觉得se和中概股的关系比较大的话 那我建议的话大家可以开始减仓se好吗 然后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今天我在推特上看到这个人啊 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这个人的这个人 啊我说他的一个timing点的话 他是喜欢做hedge的 然后我说他的一个timing他喜欢做对冲 然后他的一个timing点 我觉得把握的还挺好啊 然后这条这条对是他说的 他说今天他说对于那些今天比较恐慌的人 他说se他的一个基地的话是在新加坡 然后他们所有的一个业务的话是在什么 是在东南亚和南美啊 然后s然后新加坡很多国外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啊 我们都知道对吧 新加坡的话是离什么 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比较近的 离开北京的话是4500公里 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se其实和中国的话其实是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啊我个人的话也是这么理解的 就我觉得要把就回到这样子 我觉得要把se和中概股要扯上关系的话 或者和中国扯上一些政治风险的话 政治关系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是有点牵强的 就比较好的我还看到其他一些解释 比较好的一个解释的话 其实非常有可能 这这那一个解释我倒是比较相信 非常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基金 啊昨天因为昨天的港股跌的非常非常厉害 特别是港股的一个一个科技股 就对于美股来说的话 港股那些的话属于外盘了 对吧那些外盘的话 昨天跌了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非常有可能那些基金的话 为了选择去补仓啊 选择去卖出一些 包括今天的中国EV三件块的话也是跌的非常厉害 你说真的要说要和政治有关系的话 那为什么前段时间不跌 昨天开始跌的对吗 所以我我觉得是比较牵强的 难道投资者突然反应过来 哦原来NIO也是一家中国公司 对吗 后来原来SE也是半家中国公司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牵强的 我更我我的直觉是 啊或者说从那么多解释里边 我比较偏向于是 啊有部分的一些对中基金选择掉仓了 或者选择把一些 啊美股里面的一些仓位 比如说像SE啊 比如说像中国EV三件刻啊 选择抛售 选择抛出然后去填补在啊港股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外盘的那些损失 好吧 反正这是我的理解 或者说我我个人感觉这背后的一个原因 我不是非常 反正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 我说反正每个人做自己盘的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不是我不大愿意把SE和中概股去联系在一起 好吗 啊待会的话 我后面带大家看个股的话 我会会和大家说一下 我准备SE在哪个位置加仓 然后颁奖 其实今天颁奖的话 我本来想颁给开门公司的 结果我找不到 我找了半天 我找不到开门公司在哪啊 反正这边这边上面的话 要找也找不到 在real estate里面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找到开门公司 因为今天开门公司的话 盘中在所有个股都是红的情况下 竟然第一个翻率的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了不起的 今天本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只要不跌 这今天个股的话 你只要不跌 你就是个勇士对吗 跌2%以内的话 就是符合大盘的预期 跌4%的话 所以属于还ok 然后跌的实际上 像se这种超过4%的话 那就过分了 对吗 然后就先来看tdoc一个财报吧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然后我去听了一下 他们的一个电话会议啊 就总结一下 我tdoc的话 我总共分几部分 我先说一下 说到财报的话 我查一指就 google的一个财报 我没有去仔细看google的财报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些数字 营收成长60% quart year over year 营收成60% 这个就厉害了对吗 但是你想一下google他year today 你看他今年到现在的一个涨势的话 已经涨了56%了 这个他的这种涨幅的话 其实已经很非常大的一部分 已经把他今年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长的话 全部是反映进去了 那么很多人在期待的时候 google那么好的一个财报 他最后盘后的话 现在可能也就是没有动吧 他可能涨了1%都不到一点 很多人会觉得比较失望 但其实啊 我觉得这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一次大科技的一个财报 我并不是看空大科技的一个财报 我是觉得其实很多大科技的财报全是beat estimate对吧 全是不管是top line或者bottom line的话都别都比预计的话要好 但是股价的话并没有反映出来 有些的都是跌的 Microsoft好像是跌的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year today的话 对于大盘科技股来说的话 year today他们已经涨了非常非常好了 所以啊 适当的我觉得sell the news是属于非常正常的啊 相反你去比特斯拉的话就不正常 year today都是那么差 然后那么好的一个财报还是那么差 这就是不正常就是明显的股价是被打压的那一类型的好吗 然后回到telodog一个财报 telodog财报我分几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啊 为什么会跌 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跌第二第二个方面的话 去看一下他们在发一季度财报的时候 他们对二季度的一个指引和实际他们二季度出来的一个数据 好吧 这是第二个方向 然后第三个方向的话啊 我想我想看一下回答或者或者回答很多小伙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 或者对于telodog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法什么看法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telodog他就是一家疫情受益股 疫情结束之后的话 人们会回到以前的那种方式 然后我在他们财报里面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数据告诉你 他其实真的不telodog真的不单单是仅仅是一家疫情受益股 好吧 人们是真的是在行为上面是发生改变的 然后这是我第三个方向 然后第四个方向的话 就去看他们一些财报会议和整个市场上 我挑了两种人出来 然后我是在推特上我挑两种人出来 然后看一下两种不同的人是怎么去理解telodog这家公司的 好吧 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为什么盘后的话跌了9% 跌了9%到8% 为什么跌了9%到8% 非常明显就 华尔街或者很多机器人的话交易的话盘后交易的话就看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topline营收的一个增长 第二点的话就是bordelan bordelan就是他们的盈利能力 telodog的话他的一个营收增长的话属于ok的 就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也没有高其实高出预期一点点但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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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那一个那个margin 基本上属于符合预期的 然后但是赢就是但是盈利的话就是我们看那个eps的话或者很多人我一看那个adjustedeps 就是把sbc去掉怎么eps因为现在华尔街所有新闻里面用的就是eps那我们这边也用eps eps的话实际出来的话是每股亏损8.6元0.86元 然后华尔街的预期我这边想华尔街的预期的话是每股亏损0.49元 所以中间差距差了多少差了0.37元每股 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基本上完全就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完全就因为这一个原因导致了盘后的话现在跌了8% 为什么这背后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他们在就很多expense或者很多的花费的话还是和他们收购 lavongo是有关的那些expense 包括还有他们最大一个问题还有他们那个sbc就是一个股权激励我相信这一次这一季度财报股权激励也是八千多万八千两百万我这边看应该是八千两百万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八千两百万的一个股权激励的话我估计肯定也是高于华尔街的预期要高很多的 因为这个八千两百万其实是比一季度的也是sbc的话都要高的一般来说很多公司都是二季度会比一季度要低一点的然后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他们这个sbc股权激励的话是比华尔街要高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你比华尔街要高你说从从个人投资者的一个角度来说你真的是对他没有任何办法的这个你说这个是不是反应基本面的或多或少应该是反应了一点点基本面但是和他们运营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好吗 然后看一下他们一季度我这边这一行他们是他们一季度财报里面对二季度的一个指引营收495495到505495到505是他们是一个million啊就是4.95亿到5.05亿好吗然后单位以后我就不说然后实际出来的话是503我这边啊橘色圈的橘色圈出来就是在预期之内然后绿色的话就是比预期要好啊然后eBay的eBay的话是负的38到负的35然后实际数据出来是负的28负的少就是比呃必须是比预期的要好对嘛然后 一季度的财报指引里面的话adjusteBay的话是61到64实际数据出来是69也要比一季度一季度的一个指引要好然后非会员的一个增长这个是million就五千两百万他们会员他们会员的一个数目会员现在是一季度的时候指引是五千两百万到五千三百万然后实际数据出来是五千两百万在预期之内非会员的话是2200万到2300万然后实际是2200万所以也是符合预期总流量啊或者我们说这个total visits的话是三点三三百二十万到三百 三百四十万预计三百六预计三三点二到三点四然后实际出来是三点五也是高于预期稍微高一点点啊在他们一季度财报对二季度一个营收指引里面的话他们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什么eps这些指引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们二季度的一些expense是多少因为他没法估计吗包括他们的sbc股权激利的话他们也是没办法估计的所以在财报指引里面的话他是不会告诉你eps是多少的对吧所以你从他们能所有他们在一季度里面 一季度里面对二季度的所有的指引里面或者指引的一些啊数据上你去看的话二季度实际出来的一个财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属于符合预期的比预期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的我只能说是属于符合预期的但是最后的一个eps的话还是挺让人失望的主要原因我说了eps主要原因还是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是股权激利第二方面的话是由于Lavango收购的一个原因产生了很多的expense现在仍然是会伤害到他们的一个bottom line啊然后的话看他们财报里面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其实非常重要主要的话 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小伙伴会觉得Lavango会觉得Teladoc的话是一家疫情之后一股疫情之后的话人们看病的这种方式的话会回到会回到以前的那种方式这张图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点是这个点啊Chronic Care Enrollment啊什么是Chronic Care Enrollment这是一个长期疾病的一个参与者或者长期他是他是一个长期疾病的一个program而那些参与者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二零二在二季度的时候他是七百七一五就七十一万五啊不单单你 你去比一季度的时候他增长了就季度比季度的话他增长了百分之十然后你去比上一年的话他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了你要知道这个Chronic Care Enrollment的话是和疫情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这是看的长期的一个疾病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啊我觉得这个数据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比较有说服性或者或者或者比较能显示出来Teladoc到底是哪样一家公司因为很多人对Teladoc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疫情结束之后的话Teladoc就完蛋了而这个数据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明是疫情 即使现在已经在后疫情时代了但是很多长期有长期疾病的人的话仍然会选择参与Teladoc好吧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还有很多人对Teladoc有一个误解是你去看他的一个members看他的一个会员数的话增长非常非常慢那么但实际上实际上Teladoc一个营收的话确实Teladoc营收百分之八十六的话全部是来自会员的一个收入但是他会员的一个收入的话不单单是取决于他会员的一个数目他还取决于下面的一个PMPM什么PM什么PM什么 啊就是permember per month就是每一个月每一个会员所要交付的钱比如说这一个我把自己移开一点比如说这个二点四七的二季度二点四季的话就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会员每一个月的话会交二点四七元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PMPM这一个数字的话他是一直在增长的包括比二季度的话其实增长了非常非常多啊最终的话决定他有营收有多少的话你是拿这个数字去乘以他有多少个member的对吗啊所以不我不是说他的会员数不重要会员数不重要啊 会增加会员数当然重要但是增加这个PMPM的话也是非常重要你只要看到说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趋势即使他们的一个members他们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会员数目现在增长非常非常慢或者会员数目现在或者会员的一个数量的话现在是比较平衡的一个趋势但是只要他们的PMPM再增长的话他们营收一样可以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今年的一个营收预期的话仍然是比上一年整个上一年的话要增加百分之一百对吗啊然后这边的话是他们财报会议的一个总结我就不一条一条说了我主要想 说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CEO说的话就有杰森说的话他说在下半年的话Expects more announcement在下面的话会期待有更多的一些啊消息面的一些指引出来啊对于Teladoc来说他所谓的消息面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公司的一些合作包括保险公司啊包括一些机构啊包括一些政府和他们一些合作啊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一次和啊HCSC啊一个一个合作HCSC的话是啊美国的一家啊医疗保险公司然后会和他们有基本上有几百万 人自保的那些客户的话会和啊自保自保的那些就那那家保险公司那些客户的话会和他们有些合作啊但是这几百这几百万的人的话不会马上都加入到他们客户之内这是慢慢的慢慢的随着他们的随着他们的服务的一个渗透率越来越高的话这几百万人是会慢慢的慢慢的加入Teladoc的一个家庭但是什么时候能可以开始在反映在财报之上呢要到2022年就下一年的一个一季度然后可以持续差不多持续啊整个利好消息的话可以持就这一个合作的 整个利好消息差不多可以持续两到三年然后是关于啊mental health就是有点像心理上的一些咨询的这其实我觉得现在每个公司的一些一些health plan里面的话应该都有这一类的对吗啊反正总体来说我听下来的感觉的话我感觉还是ok的而且很多analyst就很多华尔街上的一个analyst他们在提问的一个口气的话你也能感觉出也是ok的而且很多人都都都说都会说congratulations on the results就是啊我说实话有时候你听财报会议你听多了之后财报会议如果是不好 很多analyst他们是不会客气的就他们并不会说congratulations on the results就他们就是直接提问的当然有很多人也是出于礼貌礼貌的一些原因对吗啊不过有些东西你是能听得出来不过从啊jason的一个脚从他们ceo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听下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觉得你们要稍微给我们一点耐心然后在下半年的话你们可以期待更多的一些消息出来好吗啊然后他再再回到这边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如果退后一步去看的话啊他了到现在的一个市销率的话我算了一下就按今天盘后的一个 价格去算了一下他的市销率差不多在17倍左右整个2021年的一个营收增长的话是100%然后他的毛利率的话差不多在69%左右70%不到一点我说啊比科技公司比那些我们说轻资产运营的一些科一些一些科技公司或者一些软件公司的话是要低的因为他是在670%不到一点但是实际上他这一个毛利率的话实际上不算低的但是他的营收成长的话在100%然后ps的话在在17倍左右啊反正是不是贵的话大家去自己去看呢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像这一种成长率这一种毛利率的话实际倍的市销率的话是属于一片地的啊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市场上他不喜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sentiment整个市场上的一个情绪面的话其实对telelog是不是非常友好的好吗啊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啊推特上的两条推然后这两个人的话关注者分别都不少然后特别是这个人这个人的话关注者可能在啊多少四万多人还是五万多三万四万人不到一点就是也算是在fintuit里边算是比较 比较出名或者比较活跃的一个人他说他说什么他说teladog他说在二季度的时候他说他们的一个会员和非会员数的一个增长的话yearoveryear的话只有1%only1%他说反观你去比啊反观你去比上一季度的时候他这个这个增长的话会员和非会员的话增长是10%和15%他说所以你去看的话所以今天的一个股盘后的一个股价的话是下跌的 我说实话像这种推发出来在我看来是真的是不了解这家公司因为我前面大家看过了你看他如果说你说真的是他的一个会员和非会员数完全不动的话那他100%的一个营收增长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对吧所以你单单去把他的一个会员和非会员数的一个增长去挑出来硬要去解释他盘后的股价下跌的话那我没那这个是你是没有办法去二个因为你股价下跌你可以有一万种理由去在我看来股价下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美股收益的话完全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还是因为Lavango收购的一个expense收购的一个花费包括他其中的一个SPC一个股权激利股权激利肯定是超过华尔街的预期所以才导致了他的一个EPS的一个miss而不适合真的不适合他们一个什么会员和非会员数因为会员和非会员数不是直接去影响他的一个营收的他的一个营收是受到什么受到会员和非会员数加上最重要的什么还是他的一个PMPM对吧就每一个会员每一个月他是能 能赚到多少钱这两者乘在乘一起的话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啊所以这一条像这种comment出来的话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完全不了解这家公司或者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质量的一种comment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人就是Richard然后这个人的话关注人还挺多的这个人6.5万这个人的话他大家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他是在他特别是在啊啊医疗股这一块的话他非常有自己的研究他非常愿意花时间下去研究医疗股 你看一下他的一个总结revenue503就五点五点零三亿然后yearoveryear百分之五十一然后0.6个percentbeat你看一下他的百分之五十一是哪里的他百分之五十一其实和他们财报上的百分之一吧又不一样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五十一呢因为他把Livongo给去掉了他看的是Teladog本身的一个organic growth对吧包括他的一个Q3季度的一个Q3季度的一个指引是五百是五点二亿美金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指引然后yearoveryear的话是百分之三十二的一个增长啊然后整个财年整个 2021年财年的时候是啊二十二十一美金左右是百分之四十五的一个增长你可以看到他用的一个数据的话其实和啊Teladog他们财报上数据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把Livongo给去掉了因为Livongo的收购的话是会增长Teladog的一个营收的对吗啊所以也总所以你可以看到明显你可以看到就这两条comment这两条comment的话你就明显可以看到哪一些是真哪一个人是真的了解这家公司哪一个人是其实是不了解这家公司而只是在很多时候股价跌的时候这种 声音会让很多对这家公司不了解的一些小伙伴的话会产生一些莫名的一些恐惧是吧那然后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整个Teladog这次财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是整体来说我只能说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财报他是算是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财报比较不符合预期的在哪就是在他的一个SBC整个股权基地和他在Livongo收购上所产生的一些expense这仍然是在华尔街预期之外的所以会导致他们那个美股收益的话会比华尔街的中息差非常多但是这种声音会让很多对这家公司不了解的一些小伙伴的话会产生一些莫名的一些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我个人就感觉这些东西其实和基本面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因为Livongo的收购其实现在我们更加需要关注是Teladog和Livongo的一个integration到底有多好而不是在Livongo收购上现在还能产生多少还能产生多少的一个expense对吗因为最终的这个expense的话他会随着时间的一个退役的话他会没有的然后SBC的话股权基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股权基地确实肯定是高出华尔街的一个语气了不然的话EPS不会差那么多的因为华尔街的一个营收的话和Teladog给出一个营收的话是一样的 那最终差的呢差的话就差在他的一个expense里面对吧所以股权基地的话是占了非常多的一部分的好吗 然后看一下新闻这条新闻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前面Teladog讲太多了然后但是这条新闻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这条新闻的话他主要是说的国外的一些基金经理的话或者一些冲风险策略是的话他们是怎么看待中概股的或者怎么看待现在中国的这个市场 第一个人他说市场现在对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的审查和干预感到害怕 然后第二个人说他说随着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中国政策的变化 他改变了在中国投资的风险和回报方程式 然后第三个人他说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现在可能超过长期增长的一个机会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不管是投资哪些标的的时候 你总是很让他的一个风险和他的回报是不是匹配 所以对于其实以前来说的话很多中概股或者很多中国的一些投资的话 对于国外投资者是有信誉的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整个经济的话是在增长的 所以而且整个市场的话可能没有美国市场那么的那么的有效 所以他们会选择投资中国市场 但是现在因为政治的因素的话直接会导致了他们会把我们说的一个risk premium 肯定就会提高很多 就是这个这个股的话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 他们才会最后才会去投资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人就是说他说我认为人们正在退后一步 他们正在看他们所持有的资产他们正在看他们的一个投资组合好吗 反正这四个人的一个分享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大表现 我觉得从今以后的话可能整个市场不管是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也好 或者从国外的散户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角度来说也好 对于中概股的一个看法的话一定会有一个改变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改变有一点是由内而外一个质的一个改变的 最后的话就看一些个股或者我再关心那些个股啊 首先sese的话我的加仓一个价格我是选择加仓的 我会加仓的就是我前面对se看法我已经分享过的 我并不觉得他和中概股有非常大的一个联系 我今天的一个sell off今天放量今天其实放量的se是放量sell off 今天一个放量下跌的话 我我感觉这背后的话是有基金公司没办法是要抛售的 好吗 然后今天的话其实拉了一根非常强的一根就下探他盘的时候探到250多的 256257挺低的一个价格 然后盘中的话收回去收盘也收回去 我加仓的价格的话在240到250左右 好吗我是会选的加仓的 因为我觉得他啊 我不是非常愿意把它和中概股放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不是这个完全是通过自己个人理解 如果小伙伴觉得se的话和中概股是有关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选择适当的可以选择退出来一点好吗 然后快速看一下teladog teladog的话上次的话 我觉得我是在这边画的12345 这个二的肯定是不在这了 因为今天盘后如果再跌下去 因为盘后我看现在8%9%吧 这个位置的话我估计要跌到140左右吧 然后啊teladog我是不会加仓的 至于以后的一个技术走法的话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判断他12345的话 这我只能说现在这个12345仍然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他再往下跌 比如说跌到一个啊135啊134左右的话 这个12345就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比较有可能就是走成一个ABCDE了 就是这一轮下跌的一个调整的话 仍然没有结束啊teladog我是不会加仓的 因为我上一次加仓位置是在133啊 他要他起码要跌到133以下 非常大的一个剧间的话 我才会选择加仓 那么暂时之内的话 我是不会去动teladog的 然后看一下iwm或罗素2000的一个etf啊 我上次说的一个我自己的观点 是我说这个星期的话 我说大盘科技股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被sell the news 借他们财报的一关是sell the news 因为前段时间走的太好 而且现在很多技术层面的话 是已经在一个超买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说其实小盘股的话 iwm罗素2000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然后很多小盘其实是不同意的 但我没想理解 然后因为小小盘的意见就是 或者看法就是大盘股在跌 你小盘股怎么可能涨 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起码从技术上 我不是说这个我完全是我 因为都是一个猜测 我完全理解就是出发点 说我完全理解小盘的出发点在那 但是iwm罗素2000的话 iwm罗素2000的话 它的技术上其实是有一个支撑的 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支撑的话 你是完全跑不掉的 除非说这个技术上的支撑被打破的话 那也非常有可能这一波就走坏了 或者说这一波的底下一个点的话 可能就会更下去一点 或这一波wxy的话 就可能更下去一点 但是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走势 你就或多或少 你可以看出来 并不是今天大盘股跌的 其实不算少的 对吗 大盘的一些科技股 但是很多一些成长股的话 它并没有跌 不但没有跌 或者说跌的不多 而且很多一些成长股的话 仍然是翻绿的 所以再继续看吧 然后我对罗素2000到今天为止的话 它的技术走势的话 仍然并是 仍然是并没有走坏 就这一波 y在这个位置结束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 就现在还是非常有可能 是在一个上升浪的 一个12345之中 然后stamp stamp的话 这个观点不变 仍然是在20到24之间 最理想的一个加仓位置的话 你去看一下 大家都有这个图的 你去看一下 它的rsi的话 最理想的一个加仓位置 对我来说 最理想加仓位置是在 20到24之间 然后这个rsi的话 去触碰下面的一个30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一个加仓的一个位置 好吗 最后的话 roblox也是我 也是我关注着 我看到它跌 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然后 它已经跌到我这个区间之内 已经跌到77.5到70 60 到60.68之间了 同样的道理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其实整体来说 我同意的 就整体来说 现在市场的情绪 并不是非常好 因为大科技财报出来 你看盘后的话 也没有涨非常多 那么大盘的话 是有调整的一个需求在那边的 所以就像roblox这种公司的话 其实和stam的话是一样的 就是它越接近于 现在已经在这区间之内 那它越接近于下局 越接近61块钱 60到65之间的话 那你加仓起来就会舒服 你就看它跌嘛 如果它s 比如说它rsi 它不去碰超卖的话 那我就不动嘛 对吗 有那么多个股 我可以去加仓 我就碰那些 已经金融超卖的一些个股 对吧 所以最后 我再和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啊 现在整个市场的话 其实是你我感觉今天 其实今天盘内的感觉啊 有点想跌又跌不下去 但是这个盘后的一个财报 大科技财报出来 就明显告诉你就是啊 基本上你要再让这些大科技股 再上涨的话 你就比较难了 就大科技股的话 是有一波回调的一个需求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觉得大家的操作的话 还是多看少操作 如果说选择加仓的那些个股的话 你觉得你加仓起来 你就比较犹豫的话 那就不要加仓 一旦有犹豫 你就不要去进行这个操作 好吗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感谢观看